我們這次繼續講抵擋魔鬼的秘訣 講到人可以很多方面被魔鬼攻擊 有時有些人會覺得是不是真的有魔鬼 真的有邪靈 是真的有的 首先我分享一下我們昨晚的一個經歷 因為我不提名 所以那個人也不在 只是講出人可以怎樣經歷 事實上他的經歷是以前有類似 不過就不像他一樣的 昨晚我在我的會所唯一一個人做釋放禱告 他是很辛苦 他怎樣辛苦呢 他原來有十年的憂鬱症 這段時間是特別辛苦的 他也做夢見到蛇纏著他 昨天聊天的時候 發現原來他以前被人拿了八字 又用一條豬鏈 佛教鏈放在他身上 又做了很多儀式 做了很多這樣的行為 在祈禱的時候 他就開始感受到一些平安興灑 然後我就叫他看著我的眼睛 打開眼睛 我就說你不要想著看著一個人 看著好一點 因為如果裡面有邪靈 邪靈是會回應的 他會看到的 邪靈在他的眼睛看出來看見我 他見到一個跟神有密切關係的人的時候 他就會有反應的 那些邪靈 而這個人是怎樣的呢 他最初是可以看著我的眼睛 但是看了十多秒 他就已經開始看不到 其實都未夠 可能五秒鐘 他就已經看到眼睛不停閘閘閘閘閘 閘閘後眼睛就反向上 直接眼睛向上 他問為何會這樣 為何會這樣 為何會這樣 他一直知覺 哇 這個就是邪靈嘗試爛了 因為他看著我的時候 他就會害怕 因為有神的同在的人 他會害怕 他就會很想躲避 他想躲避 他就會封住 封住他的眼睛 讓他看不到我 他看到我的時候 他的眼睛就反白 看著上面也看不到我 在這個時候 我又不叫他看了 我看著眼睛 放鬆的人 想著那些邪靈要離開的 有信心 又奉耶穌明 我就吹出來 因為在聖經裡面說到 耶穌向門徒吹一口氣 就說你們受聖靈 即是聖靈都可以透過吹氣傳遞 同樣 邪靈因為邪靈都是來自神的靈 聖父聖以聖靈創造天地賣物 也都創造天事 天事墮落變成邪靈 所以邪靈和聖靈很不同 聖靈是聖結的 是光明的 喜樂的 是愛的 邪靈是邪惡的 叫人犯罪的 叫人迷惘的 叫人失落的 叫人是想自殺的 又聽到負面的聲音的 那這個人 他就不知道他的憂鬱的來源 他是莫名其妙地 憂鬱 不知道為什麼 和很害怕 當我一趕邪靈 我就知道他一定有邪靈的反應 即是見到一定是邪靈的 我叫他吹出來 他又願意 吹出來又好些 下一次我又和他祈禱 又覺得好些 我又一路和他愛慕神 聖靈更大的臨在 愛慕神的時候 我又叫他打開眼 又看著我的眼 看著我的眼的時候 我又奉夜鬆明 吩咐邪靈走 當他吩咐邪靈走的時候 他又是這樣 但是下一次 他時間就久了 即是那些蒙蔽 那些蒙蔽就遲了些出 然後再遲些 就再慢些 但後來他才說到原來他曾經有這些接觸靈界 當他一說到這個時候 他都在說著 眼睛就反白了 就看得到很明顯是那些邪靈在影響著他 還有他就另一樣的反應 這個是我以前未試過 不過可能有人試過 但沒有人告訴我 聽我聽得不清楚 好像蒙了一樣 原來蒙蔽 不單是蒙蔽眼 連耳朵都蒙蔽了 還有他就覺得有一種力在裡面走 有一種壓抑的力 但到他走的時候 他都告訴我 他真的那個人是鬆了 輕鬆了 不過我們時間關係 因為我們晚上回所十點鐘三門 我也要預備今天 所以我要回家了 我就說你回家繼續親近神吧 他明天都應該會來 我們就可以繼續為他討告 我想說邪靈是很真實 很真實 真實到什麼程度呢 其實是我時事都接觸到的 我試過亦都跟人說邪靈的時候 他裡面蒙蔽他 那個人更嚴重 就是他簡直整個好像昏迷 立刻刻霉 立刻就倒下來了 邪靈令到他不能夠正常的反應 但是呢 他告訴我 後來他告訴我 他說其實我聽你講話 不過我反應不到 我身體反應不到 他身體不反應到 他口反應不到 他動作反應不到 就是邪靈控制他整個人 而這時候我講第一個人 他就控制他的眼 控制他的耳 控制他身體的某部分 就是他覺得頂著 就未去到另外那個人 直接控制他 他不能夠反應的 但是呢 當他聽神的話 有信心 一直打算吹他出來的時候 是越來越鬆的 就是有信心 一種鳳爺鬆明是可以出來的 不過我發覺是吹氣的時候 是這麼快出來的 其實魔鬼的攻擊人 邪靈附體是其中一種方式 其實有很多其他方式 這裡呢 我們已經講了一部分 我們一起讀一讀 好嗎? 第一 叫人疏遠神 第二 叫人犯罪 第三 控訴人 叫人內疚 第四 製造謊言 就是負面罪 第五 令人無力 第六 逐步控制生命 第七 附體 第八 叫人失去救恩 這個是邪靈可以做不同的工作 但是呢 我們感謝神 耶穌是得勝的 耶穌是會勝過的 我們已經講過疏遠神 怎樣跟神有密切關係 神因為很愛我們 我們真是深信 知道耶穌是這麼愛我們 因為回應神 神是很歡喜的 神是不難回應的 為什麼不難回應呢? 因為他已經愛了我們 已經慢慢練了 沒有這個創世 沒有創世之前 神已經認識我們 所以神 如果我用廣東話說話 神已經單戀我們 很多年了 已經在等著我們 在愛著我們 所以我們就想到 神這麼愛我們 為什麼回應神呢? 神是很歡喜的 神是很開心的 手無足道的 我用人的說話來形容 我這個小朋友 哇 就是 你這麼親近我 我很開心 那有些人說 神會這樣的嗎? 神有他的尊嚴的一部分 有他的至高尊貴的身份 那一部分 但是聖經也說 他是很童真的 在西方的書 三章十七節 講到說 他因我們 歡欣喜樂 很開心 默默地愛我們 其實呢 通常一個人 如果是高的身份 很少人 他真的會默默地 看著一個人 會愛他 神會看著我們愛 請我們喜樂而歡呼 很開心地歡呼出來 神其實是充滿感情的 好像媽媽那樣 掛念他的子女 但是很久呢 將神這個部分 刪減了 因為覺得 神當然是很尊嚴的 很至高的 神也是這樣的 但是神也有他的喜樂的一面 當人親近他 他就很歡喜 所以你從神疏語 很簡單的 你就說神 射免我 幫我 神又會祝福你的 也上一次說到 威犯罪是可以影響我們的 就是 魔鬼就是使用罪 控制我們的生命 而鑰匙就是 一有罪的意願 立刻處理 一生氣的人 立刻處理 一覺得負面 立刻處理 這樣的時候呢 就會不會繼續生氣下去了 好了 而我們發現呢 真的越來越多人 有情緒和精神的問題 譬如在我太太的學校 800人之中 有40個是在吃精神藥 20個中有一個 並且 其實這個也是 魔鬼入侵人生命的 其中一種方式 就是控制他的情緒 那我就 上網去找 就看到 亞洲人 亞洲人 開心的程度排名 馬來西亞人第一 這三個 最三個 不是只有六個國家 就是這麼多國家 最不開心的那三個 就是香港人 台灣人 和中國大陸人 然後呢 就看得到 在這裏有幾個圖 經濟不穩定 經濟差 和怕失業 這些都是影響著很多人的 還有 亦都有這個香港新聞寫到 就是六個百分之六的中學生 常常抑鬱 近半想自殘 那它就說 有十八個百分之十八 受訪的中學生 就自認容易和經常感到沮喪 低落 甚至絕望 有大約百分之六 是經常焦慮之中的 有一半是有自殘 自毀的傾向 那部分呢 更加曾經是吸毒的 那也都有廣場焦慮症 有一些 那就是什麼呢 一多人他就不敢去 那不敢去呢 他就所以搭巴士上學校 都有問題的 在繁忙時間 有些這樣的人 那可能大家會覺得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情況呢 那我由我太太 我知道他學校 學校有人是這樣的 就是這種情況 然後高中生的情況 更加嚴重 四成的高中生 在這裡就講到 我這裡看得到的 在上面都隔著這裡 就是說 他們有 因為考試壓力 導致心跳加速手震 那在下面這裡呢 就看到 在分別有23.6% 甚至13.6% 和15.3% 極有可能有焦慮症的過渾 有超過38.9% 更加有潛在焦慮情緒問題 出現有情緒焦慮 心情煩躁 心跳加速 那就 他這個跳了 因為他這個電腦 跳了位 那就 和他競爭氣氛激烈的時候 他就很怕難達到家長的要求 那開始會出現 經常哭泣 心情煩躁 心跳加速 手震的這種情況 那就是說 這個的確是有很多人 在這個壓力之下 是受影響的 就是這個是魔鬼 可以用來攻擊人的一種方式 那有些人說 我現在不是讀書 不要緊 但是不是讀書 又有家庭的壓力 又有人際的問題 又有工作壓力 經濟的問題 其實這些都是會影響著我們的 那我們有沒有留意 到底這些情緒 是否持續在心裏 持續在心裏面 就影響了 持續 任何一樣負面持續 就有影響 我自己都是 如果我心急 因為我人呢 心急 譬如說 我有些東西想寫 我會心急 譬如大家不知道 有沒有試過這種經驗 我想都應該有的 我講出來 我覺得人 大家都會有的 譬如你想買一件事 你的心呢 在老闆那盤書 很想快點買到 買到回家 你很想快點砌好 譬如有一個砌 你很想快點砌好 看它行不行 如果它有問題 你就想快點拿去 退回它 或者搞定 很想快點解決 我發覺原來 很急要解決 都是會造成壓力 心急都會造成壓力 總之任何負面情緒 我們由得它留在這裏 都是可以造成問題 其實我們 其實得性是在乎 我們注目在哪裏 左和右 左邊就是困難和世上的事 無論你困難是甚麼 譬如有一個人對你不好 有一個人是逼迫你 說不好的說話 或者你經濟困難 或者你個人裏面的情緒 注目在情緒都是問題 哎呀我經常都不開心 哎呀很難搞 怎麼算 哎呀我這麼久都在煩惱 都不知道怎麼辦 當一注目在那樣東西 是很辛苦的 心就辛苦 現在出不回來 所以在乎你注目在甚麼 即我們個個都有問題 不過問題是否 我們注目在那些問題 好了 而注目在神 和他的愛和他的能力 即是神的愛 他的德性 他是掌管全世界 第一 注目在神的愛 和他的同在能力 和刻意處理 這個就是鑰匙 這兩個就是鑰匙 注目在神 他的愛和他的能力 和我刻意處理 就算有心急 我自己告訴自己 都不用急 急都沒用的 神有他的時間 我急又不會做得快些 我急的反而更加慢 更加有問題 那我就告訴自己 這一陣子忘記他 感謝耶穌 多謝天父 因為神想我輕鬆些 事奉神 不要帶著壓力 不要心急 那我就在一個輕散的狀況 那這個是需要刻意處理 我是很明顯發現進步的 當我親近神 和刻意處理 是很明顯心就會鬆 那這個是要恆久的 而且不過呢 有一件事就是 有些人已經長期 在一個情緒問題 他是可能需要一些時間 那時候呢 就不要給自己壓力 那我很多時候都會說 你進步一百分之一 你已經感謝神 和欣賞自己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我不是說 進步一百分之一 就夠了 而是因為 一個人有情緒問題 譬如他的情緒問題這麼多 他想去到這麼多 是去不了的 譬如說 我想今天祈禱 今天好像御師這麼鬆 這樣行不行呢 去不了的 去不了 他可能去少少 去少少有進步 可能百分之一 人家說未夠 但是神說 你已經在進步 那他說 感謝神 Hallelujah 他就開心 那時候 他就可以繼續進步 就是說 我講百分之一的意思 不是停 而是 這個 已經神做功了 我就感謝神 譬如昨晚 我為他釋放 討告這個人 當我為他祈禱的時候 他就 鬆一點 就問他 有沒有覺得怎樣 鬆一點 那我就感謝神 你立刻感謝神 立刻開心 哈哈哈哈 多謝耶穌 他立刻這樣做 他人就越來越鬆了 這個 真的感恩是很有幫助的 我們刻意一步一步可以提升的 好了 那我跟著講一下什麼呢 就是處理這個控掃 魔鬼的控掃 之後才我講到第三點 就是魔鬼的控掃 啟示六十二章十節 一起同一下 因為那在我們神面前 昼夜控告我們弟兄的 已經被摔下去了 魔鬼是經常都控掃 魔鬼也都會把控掃的意念放在我們裡面 我們本人也都會控掃 因為我們有罪性 所以我們會做 做魔鬼的代言人 做魔鬼的僕人 魔鬼控掃一句 跟著我們講很多句 或者人講一句話 其實 到底人的罪 魔鬼 那個比例是怎樣的呢 這件事我們其實在世上很難明白 到底人犯罪 是他的心想 魔鬼 是五五 就是大家一半一半 因為六四三七是怎樣呢 其實不要緊 總之聖經是講到 犯罪就是被魔鬼留地步 也都我們心靈 是有罪 有些麻煩的時候 有些苦怒的時候 就被魔鬼留地步 有罪的時候被魔鬼留地步 還有當有魔鬼入侵的時候 也都會造成更多的情緒問題 就是互動的 罪和魔鬼是互動的 就是越犯罪 魔鬼越作為 魔鬼犯罪就越有作為 就是越有罪的作為 好了 那這個控掃到底怎樣開始呢 不要緊的 總之聖經就會控掃的 那就要控掃 其實人好而控掃 我作為牧師都有這個經驗 為什麼我特地要講我的經驗呢 因為我講的經驗 只要讓大家知道 牧師不是例外 你有的 不出奇的 譬如 我試過很多次講道 講完之後 講漏了一點 可以這樣講 為什麼不是這樣講的呢 譬如有時候 領敬拜 唱錯了某一部分 心就會因為這個部分而 唱錯了 打鼓打錯了 哎呀 又打錯了 就是我們很容易會 看到做不好的地方 有做得好 但是我們人的傾向 就不會說 哎呀今天做得好 而傾向於看 我做得不好的地方 就是人有這個傾向 這個其實是哪裡來呢 律法主義 因為律法就是要量度 你做得不夠好 而這個社會 都是在律法之下的 所以很多人都說 你不夠聰明 你不夠聰明 你不夠人好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的心就會時時有這些 控告的聲音 那有控告的聲音呢 最糟糕就是這樣 很多人有控訴的聲音 照單傳收 他一直說 你蠢 哎呀真的很蠢 哎呀很蠢 搞錯 怎麼這麼蠢 你怎麼做這些 還在人面前蠢 哇醜死怪 真是全世界看到我蠢 真是很醜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這個情況 在公開的情況 蠢給人看 真是很蠢很蠢很蠢 心一直控訴自己 有時有些病人 很久很久都釋放不了 那這個就照單傳收 但結果是怎樣呢 其實真的好淒涼 這個是全牧圖 這整個圖 就是魔鬼控訴的 但這牧圖 耶穌在他旁邊 就告訴他 神已經性無能力控訴 自己都不能夠控訴 一起讀羅馬書八章三十三節 誰能控告神所簡選的人呢 有神清貪為異了 誰能定貪無敵罪呢 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就是神的右边 替我们祈求 就是说 圣经说了 谁能控告 因为神已经称他为义 谁还可以控告 谁能定他们的罪 耶稣已经死了 从死里复活 而且在神的右边 为我们祈求 谁还能控诉 神已经说了 没有人能控诉 我们有没有权控诉自己 都没有权 但是控诉的说法 实在太容易 最常有的控诉是什么 你真蠢 你不及人 你不够人那么好 你又做错事 你每次都做得不好 你祈祷又不够投入 你读经又不够多 你又不听神话 你内心都没有试过这些控诉 其实可以说人家都有试过 但是这些有益处呢 会不会更加好呢 其实不会更加好的 神给我的方法 圣经讲到 用神的爱激励 激励 因为基督的爱激励 他就是我 那怎样激励呢 譬如当人做得不好 我会这样说 其实每个人都有做得不好 耶稣就是来救罪人 有很多人都跟我说 哎呀我犯了很多罪了 耶稣就给我的意念 怎么回答他 你犯了很多罪了吗 出奇了 个个都是这样 个个都犯了很多罪 但是你一悔过 耶稣就 很欢喜 和很悦立 一定接受你的 所以当人说 哎呀控诉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怎样呢 立刻心里面说 神呢 就是神给我的方法就是说 我们个个都有圆弱 其实不出奇的 我们不用觉得 特别丑过人 我们个个都是丑的 不过耶稣赦免我呢 我就不需要再介意 我不需要再拔着这些东西 耶稣给我提升 我总之有进步 我进步些小已经是进步的了 我有努力 我已经是进步的了 总是说 我有努力 我已经进步了 譬如我曾经侍奉的时候 在我第一个教会侍奉的时候 我未做牧师的时候 在同一个教会那里 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参与 那时候很受欢迎 因为呢 教友中没有一个 好像我这么投入的 有投入传批 有投入建立人 有投入我们那些 夏令营 做话剧 那些人都很欢喜很欢喜的 很投入 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 那我发觉未做牧师 事奉真是 很容易有回报的 因为为什么呢 是人都会欣赏 都会欢喜的 但我做牧师之后呢 首先呢 就是有一个传道 童工 他就会说一些负面的说话 他又不是跟我说 他跟我太太说的 那我太太又传回给我 那当时来说呢 是真是很辛苦 就是在那种控诉的情况呢 心里面很大压力 就真的压得我 很辛苦很辛苦 后来神就用了一句经文 就是说到呢 其实过程有很多东西发生的 不过其中一样东西就是 那麽多前书四章二节 所求于管家的 是要他有忠心 那我看这些经文 我就说 其实我有努力的哦 不过我做得不够好 我有努力 不过做得不够好 果效不够好 我有努力的哦 神欢喜的 所求于管家 是他有忠心 不是要他有 一定有多少果效 他忠心就得了 我真的忠心 我真的努力去做 那我就说 我已经忠心 神已经越来 神已经接受 所以我可以 不用控诉自己 而在那时候我发现一样东西 满足人的要求 难过满足神的要求 虽然神的要求 都是很高的 不过你做不到的时候 你求主赏免 他就赏免你的哦 所以我自己做错的时候 我说神了 我做得不好 你赏免我吧 神就会给我们机会 因为神永远用 恩典的角度看我们 神同时有戒命哦 他吩咐我们向前去 不过如果用戒命来 吹逼人 戒命吹逼人的说话是怎样 你做得不够好 你下次要加倍努力 你做得不够好 没有用的 你做什么都没有用的 这样的时候 这个吹逼是很大的压力 任何的吹逼 都可以成为压力 譬如你子女都是的 你跟他们说 你考试考得不好 你下次要努力点了 他们觉得 那有些说很正常 因为他打得不好 当然是下次努力了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讲的 我见到我努力了 虽然今次考得不好 但我见到他努力哦 你继续努力呢 你这样努力下去 一定会进步了 今次又进步了一些 我说你开心了 这样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被鼓励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 学一下鼓励自己 不是控诉自己 我有努力哦 大家有没有努力过呢 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在你处理问题 有没有努力过呢 请你举手 你有努力过呢 请你举手 你有努力过呢 你就可以跟自己说了 我有努力过哦 神欢喜哦 我不用去继续指控自己 虽然我们是要追求进步 但是追求进步的时候 未今快进步 不要紧要的 不是个个都要最聪明最聪明的 很多时候人就会说 你不够人厉害其实不重要 不是一定要追求最厉害的 好了 怎样回应魔鬼呢 下面有一个名词 Self Talk Self Talk这个本身是一个 心理学的名词 不过圣经都有的 圣经都有就是 怎样呢 自己跟自己去处理 自己跟自己去说话 我就不是叫你整街走路 有些人这样走路 他一路说话 啊 那些人又骂我啊 他抢了我家财啊 哎呀 那又骂又骂 不是那种Self Talk 那种呢 就是有些情绪问题的人 Self Talk是跟自己说 我处理我的情绪 这里就说出什么方法 譬如说 你要左手边的人 你不要读啊 我在人面前蠢了 我一起读右边的人 我不需要挂念别人怎样看我 我这一次学了 下次小心点 这里其实是一个方法 你可以其他方法的 蠢了 不过 都有做得好啊 都有努力的地方啊 那不要紧了 这次学了 下次就小心了 好了 我有做错事 这里右边了 人人都有做错 主射灭我 我注目在下一次 不做错 就是注目在我可以进步 我可以放手 不要紧要的 做错 个个都有做错 我们向前去就可以了 然后我又犯罪了 一起读一下 我真心悔改 神必定射灭 我留意罪的意念 可以马上处理 就是说 我真心悔改 神就真的射灭 但因为世人不是这样的 世人 就算你认错 譬如他玩了手机 一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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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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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钱 你买回 他都生气了 你又要我再去买 我又要什么 什么 都会不宽利 就算我真的买回 他会欢喜 我又可以有新手机 他过开心 但他都说 这个人不要不得 常常乱撞人 撞掉我的手机 他都会记住这件事 人是很难遥恕人的 所以我们觉得 神都不遥恕我们 但我们就说 神是真的即时射灭 神射灭 我认为好像拍灯键 一拍灯键 你会立即关闭 他不会想的 他不会了 这次开不开灯 这次晓不晓灯 神一样 你一悔过去 神立即射灭 是一定的 一起跟我们说 当我们悔过去认罪 神立即射灭 神立即射灭 因为耶稣已为我们死了 好了 魔鬼又会尝试 制造负面的说话 和大话 创世纪三章四字一起读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 你会变如神 能知到善恶 魔鬼说这些说话 他想令到 夏娃对神有什么看法 因为夏娃说 如果我吃的日子就会死了 但蛇就说 不是 因为神知道 你吃了 你眼睛就明亮了 那你就好像神知道善恶了 他是想令到 夏娃怎么看神 大声说出来不用怕的 他想令到夏娃对神是怎么看法 觉得神有好的东西 神要你不要吃 是陷害你的 是不给最好的东西 是难了你的 这个就是制造大话 魔鬼永远都是制造大话的 他是说方之人的负 我们里面是有很多这些负面的说话 到底有多少成是自己自发 有多少魔鬼 我刚才都说 自发和魔鬼 有时是魔鬼先 然后人自发 人接着就继续有了 有时自发先由魔鬼使用 无论哪个好都不要紧 总之 有亲罪 魔鬼一定有份的 我们也有份的 就是我们本人有份的 其实我们的负面思想真的很多 就是我自己都一样发现有很多的 心急 哎呀死了 迟到了 迟到了 就是会 又会有那种指控 又会觉得不开心 有个情绪的反应 又会 哎呀我都是没用了 我不能够准时 就是之类之类 虽然我们应该准时 但是我们的而且确 是立刻会有些负面的声音出来 见到人的时候又说 这些人不好啊 啊 就是常见的负面的声音是什么呢 哎呀 人家这么聪明 我都不行的了 我永远不会成功的 我不会做得好之人那么好的 啊 到我做的时候就不搞不定了 这个世界太难了 我真的没有胆去做了 就是很多这些负面的声音 那我自己呢 因为我自从经历圣灵 我就随时一祈祷就有起落了 那我就开始怎么样呢 一有亲负面的声音 而我是刻意处理的 因为我想保持在起落 一有负面的声音 就是比如有时我都会做错 我都会有负面的声音 就是个个都有的 那我就会说 那些人改变了又好像又懒度 又不进步 那有时人都会这样说 你看那些人光极又是这样 那我们很容易 哎呀 做了就好像没用 那我就用正面 正面的说话回应 我帮了这些人 无论他听不听话是他的责任 我帮了神纪念 我就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不过我可以追求 怎样更加帮到他 但是他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他可能会改变的 他没有改变 不代表我做的是错 我没有做错 我真的努力去做的 那时候呢 我里面仍然是正面的 那譬如中间 你们有人在公司 或者是家里 有人跟你说负面的说话 那我们又很容易 又会想很负面 但是我们可以怎样 我们就说 我总有方法可以改变的 他的负面说话 我不用放在心上的 那可能你说 他一直说我 我怎样不放在心上呢 我们就分别 起码我们分别 这个是不好的说话 是 就是好像是骚髒水 你喝水的时候 你会喝干净水 那些是骚髒水 那些是骚髒水 那些负面的说话 他骚我们 没有用 的时候 我们没有加把嘴 是呀 你没有用 被人骚 你看你 整天都被人骚 这就是我们加把嘴 骚自己一份 但是我们就告诉自己 其实我已经在努力了 我努力了 有进步 有没有努力啊 你们 有 我们就告诉自己 其实我有进步 所以我不用介意 但是那个声音在 我们就说 这个是负面的声音 这个魔鬼的声音 我用正面的声音取代 神是在爱我 神提醒我 我有进步 我已经会改善的 有些环境是很困难 我知道我们有些人的环境很困难 周围的人很难搞 但是你就说 我总是可以靠着耶稣 尽量每时每刻提醒自己 一起床之后 耶稣在爱我 我整天都是这样的 耶稣在爱我 耶稣使用我 耶稣知道我 耶稣揀选我 我们个个都是的 神揀选我 使用我 只要我们肯听神的话 神多次的 confirm我 让我知道神 喜悦我 那你说 牧师你是 我们不是 你们都是的 只要你说 我想 我愿意 我愿意 就算做得不够好 我愿意就可以了 跟我一起宣告好吗 就算我做得不好 我知床 求主赦免 求主帮助我改过 神就欢喜 神要求人 不是说 你信耶稣 你每天都要做到这一切 每天都要做到祈祷 读圣经 你每天都要遥书人 每天都开心 人很容易量度 你做不够你就不够好 但是我们在里面 正面的声音 我要努力 我感谢神 我要努力 虽然我们不能说 我一百百百百努力 总之我有努力的时候 我就感谢神 我就开心了 我就用正面的思想 去取代 因为魔鬼 我按照这些说话 为什么有些人会自杀呢 就是由这些负面说话开始 他一直盘算 没有人爱我了 没有人要我了 哎呀 我在这个世界上 真是人渣 真是没用 没有人欢喜的 失败的 他就有一个反复思想 凡是这些负面 一定反复思想 一定破坏 所以我希望大家 记得 其实 这些都是很简单 即使我讲到的秘诀是什么 是在神的同在 亲吻神 宣告神的恩典 相信神的爱 并且 所有的负面的处理 就是基本这么简单 可能我们没有习惯 全部都处理 但是你开始处理 一有不开心 立刻处理 很简单一个例子 有个人陷害我们 对我们不好 我们很容易去到那个位置 他真是坏 为什么他这样对我呢 就是说不定 为什么 为什么 有什么理由 这个位置是没有益处的 你解决就怎么样 解决 就是他有罪 但是我们人就很容易留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这样做即是坏 我自己有需要让他留一份 这个位置 我们就越留在这里越差 所以我们处理了 怎么处理呢 我有做错 我认错 我改 如果我没有做错 他说我是他的问题 我就要放手了 我不要再想他 我想什么 我想耶稣 想神的爱 想神在我的生命计划 我们每个这里 每一个 神在你生命中有奇妙计划 你和旁边都说 神在你生命中有奇妙计划 神在你生命中有极高的计划 就是我们时时就让这些极高的意念充满我们的心 你觉得难不难呢 装满这些正面的思想难不难呢 有些人来说是很难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 他一出就是这些负面的声音 但是我们靠着耶稣有进步 立刻欣赏自己 我想整天都说 一进步立刻欣赏自己 是鼓励你 不是说信物那么多就算了 继续进步 但是你起码一步 走一步立刻欣赏 这个是很重要的鑰匙 不要 我要等到做好才欣赏 那你就有时间都没到 一进步立刻欣赏 负面的说话 和魔鬼的方言 可以令到人气馁 上面的说话 就是人们说的 我没用 那是怎样呢 他因为他背后有一个这样的意念 失败就是没用 失败就是没用的 我烦恼低层 他因为他有个错误的观念 有困难就应该烦恼 很多人都这样觉得 有困难当然是烦恼 当然是不开心 人都不开心 你是人 人就不开心 我没有朋友 没有朋友就没有前途了 因为这些是一些错误的价值观 那这些其实呢 就是一些社会的错误的价值观 我们就需要学习 主耶稣帮助我 有正面的价值观 好了 这个另外 在处理负面的思想的时候 譬如我没用 那我跟着怎样讲呢 一起读一下 我可以靠主进告 神简选软弱的 叫强壮的羞愧 这个是self talk 就是我自己一路跟自己讲 就是说呢 我可以靠主进步的 我没用 我可以进步 还有呢 神简选软弱的人 都可以使用他们的 就是总是告诉自己 我有努力 我就会进步了 那就可以了 譬如一个人烦恼低层 那时候怎样呢 一起读一下 亲近神会带来平安和医治 我可以欣赏自己的进步 就是呢 我亲近神就会平安了 我又可以处理 我就可以 越来越平安兴省了 其实 每一个人都有进步的能力 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有试过一次的烦恼 跟着你处理成功 一次 你有试过一次烦恼处理成功的 请你举手 一次 我说一次 大家看着这里先 看着这里 看着这里 你试过一次 起码一次 不是只一次 起码一次有困难有烦恼 跟着你处理到的 请你举手 那你可不可以欣赏自己 感谢主 感谢主 我那次处理成功 除了那次处理成功 还有其他的 是吧 就是说呢 总是说我有处理成功 就是下一次可以成功 是吧 这个呢 这个是一个正面的思维 为什么我常常鼓励大家用正面思维 其实圣经都是这样说的 圣经不是去挖你的不好 圣经说到指责的罪 指责的说话 是指责那些不肯悔改的人 当彼得他否认耶稣三次 其实他是应该不应该这样错 但是耶稣都没有说到你不应该这样错 耶稣只是说我已经为你祈求 要你不止失恋信心 你回头以后你颠顾你的弟兄 就是耶稣是很正面 耶稣永远看什么 怎样改善 你可以改善 我给你能力去改善 总可以改善 耶稣就不是要人家注目 在你又失了 这个就是魔鬼的说话 大家分辨这两种说话 你又失了你没用 你做都不行 这个就是魔鬼的说话 但是神的说话是怎样 我给你机会 我给力量你 你有进步 立刻我欣赏你 我就会赏赐你 其实这个思维难难改变 有几多人在这里 你尝试 每天都有尝试用这种思维方式 请你举手 有没有人在这里当中 你已经在用这种思维 即是说我正在努力 我已经在进步 我都有努力的地方 我是值得欣赏的 有进步的 总之用这种正面思维 有这样的 那就是神 你有这样做 你就欣赏了 我欣赏你 我欣赏你 你跟旁边说 我欣赏你 神又欣赏你 神又欣赏你 我也很开心 我看到中间有些人 我知道有烦恼 我都看到他的手 我很开心 因为有进步 感谢神 总是用这个正面 就不要说 还是有很多烦恶 这个又去负面 大家分不分到正面和负面 还有很多烦恶 还是搞不好 他还是这样对我 这些呢 再想也是没用的 他这样对我 我不用继续去受影响 好了 我没有朋友 那怎样呢 亲近神叫我不孤单 我关心人 会有这么多朋友 就是我亲近神的时候 神的同在 叫我不孤单 我试过去飞机场等十个钟头 但是我呢 要等十个钟头 那我就不害怕 又不觉得悶 我就一直亲近神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谢谢天父 哈利路亚 不过等等阿神 然后他们宣布 现在的飞机可以早些 可以来 但是我是准备的 有时候我去宣教 也有时候等很久 但是我又没所谓 就是我跟以前不同 以前我等人 就是我当然会带书 带些东西 我现在不一定带 我就是一路 感谢耶稣 我就可以 就是一路等都OK的 好了 就是我关心人 会有更多朋友 朋友是很多人觉得很 就是没有朋友就很害怕 这个都是要学习 有些人的生命 我认识有些人 他已经几十岁 但是没有朋友 又没有工作的能力 又没有经济的能力 他真的整个生命 全部好像破坏 是困难的 在这个时候 重拾回来 是困难的 但是在我们可以的时候 在我们可以的时候 我们就努力去建立 也是正面的 建立的时候 不要说 哎呀你做得不够好 你那些那么好 不要这样比较 一比较 就是我们分不分辨到 比较是负面的 能否分辨到 比较是负面的 不要说我做得不够好 而是在我们可以的时候 我们珍惜有的一切 我们珍惜有的朋友 朋友不是自动永远继续有的 这个我再说一次 譬如我们周围现在有十个朋友 你说我有十个朋友 将来都会陆陆续续 不是一定 真朋友未必好多 如果真正好的朋友 有时一个人 可能只有两三个 三四个 只是很少的 真正好的朋友 这些朋友失了 你未必会得回一个 真心对你好的人 所以一个真心对你好的人 你是要珍惜的 我们不要说 这个又发脾气 不要这个朋友不要紧 很重要 我们知道朋友 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就是我们不要因为 就是一时的怒气 一时一些东西 接受不了他 接着我们就放弃了 和他的友谊 我们不是拔着人 而是我们珍惜神给我们 无论哪样东西 我们的内心世界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恩赐 我们的侍奉 都是礼物 我们就珍惜 每一样东西都珍惜 但又不要给自己压力 分辨负面和正面的说话 思想 思想 情绪 其实很简单 你去宣教会不会 我试一下本地的坑渠水 会不会 我试一下 我去到这个国家 很特别的坑渠水 我试一下 我试一下 我想我们没人会试 一定是想找最干净的水 你会吃垃圾 好像这些 其实很多动物在很多地方 是要吃垃圾 在垃圾堆里面 很多动物在吃东西 因为他们根本不是怎么喂 你看到那些牛很瘦 这只牛很瘦 看不清楚 真的很瘦 他们在垃圾中找东西 其实很凄凉 人有很多人 选择吃垃圾 人家说些不好的东西 就一直想一直想 我们就说放手 放手 下一点就是 魔鬼尝试令人无力量 劳盖福音22章31节 主要说 西门西门 撒但想要得着你 门好西你门上西墨子一样 他要西你 他要骷你 魔鬼用尽方法去骷恋我们 去令到我们忍受不了 这种很困难的情况 但是呢 弗里比书413节一起读 我靠着冷家 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就是神给我们能力 我感谢神 我当我经历圣年之后 我一祈祷 感谢耶稣我就喜乐 我每天都在亲人神得力 我每天都在亲人神都得力 我每天都在亲人神都得力 感谢耶稣我就捉实这种东西 因为这个是给我们能力 什么情况我都不让步 不去进入低层 在我未曾经历四年充满之后 我曾经因为侍奉 我又有想过 求主耶稣快点回来 不用这么熬得这么辛苦 我有很多次想过 我甚至羡慕过去天堂的人 我说去天堂的人真是好 如果我现在去天堂 我不用来 不用这么辛苦 不用被人批评攻击 我曾经试过这样的想法 我曾经说 阿伯拉罕 或者前一代的基督徒 他们来世真好 去了天堂 但我现在说 神达给我多些时间 因为我真的可以从神得力 如果大家发觉 魔鬼削弱你的能力 并且你觉得你没有能力 就是你做不到的 我们就说我们有力量 跟我一起说 我们有力量 是从神而来的 靠着能力 加上我的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一定做得到的 就是可以充破的 学打鼓 那就是主要今天进步很大事 那时候初到学 他学得很快 他年轻了 左右手左右脚一起 有时候有些人是困难的 如果你试试第一次做 你看完之后做 你发觉是困难的 但是你的心里面 我靠着了 加上我的力量 凡事都能做 就是一路做的时候 一路说可以 可以可以 或者处理情绪 有进步 感谢神 我可以继续继续 这个就是 时时去鼓励自己 可以的 就是当我们发觉 有些地方我们做得到 有些人说 我什么都做不到 譬如有这样说 我什么都做不到 你找一样 你总是有一些做到 餐压都做到 充能力做到 你说这些东西很低 你照顾自己的 某一样东西 你做得到 那样东西你就感谢神 我做得到 总之任何样东西 譬如你上班 我做到一些 基本的这些工作 你又不要说 人家那些更好 不用这么说 我有做到这些 即是我也有能力 我可以提升这个能力 并且提升其他能力 总是找正面的一方面 我有什么可以进步 有什么做得好的 那人呢 就会不给这些 负面的影响了 下一步就是 邪灵逐步影响整个人 有行福音十三章二节 吃晚饭的时候 魔鬼二章 买耶稣的乙丝 放在西门的乙子 加略人游 大森林 还有呢 旧日的掃楼 神会记上十六章十四节 耶稣的灵离开掃楼 有恶魔从而为那里来 妖乱他 即是有些人 他就会被魔鬼入侵 以致将他的生命破坏 那我先都说过 有些人我见过他 做工做不到 朋友又没有 又不开心 又苦恼 即是在每一样东西 健康又不好 每一样东西都似乎 进入一个很困难的状况 这个就是魔鬼很想人进入的状况 有两方面的 一方面就是趁我们仲有的时候去保持 有的时候保持是容易很多的 尤其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有朋友 这些朋友是可以维持一生人的 我不是叫你捉住这些朋友 但是你有的时候 尤其是属神的朋友 爱主的朋友 那些我们是要欣赏 即是保持这些朋友 因为这些是神赐给我们的 我们有人对我们好的 我们欣赏 我们有这个能力 我们求主帮我们提升 我们当年轻的时候 我们提升我们自己 每一样东西 譬如我自己 我学哪些东西 我都想做得更加好的 我现在弹球 我都说神 怎样做得更加好 怎样弹得更加好 我为其中我怎样进步 我讲信息怎样更加进步 我都一路求神帮我提升 即是当你有的时候提升 当你没有的时候 而有的时候 一样可以 不过这个是难度一些的 譬如说没有朋友的人 我就鼓励他 起码开始对人好些 有些人很难有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朋友说话 他就不断 不是跟人聊天 是他自己说话 不断 哎呀 那些人对我不好 哎呀 又要炒鱿鱼了 哎呀 但谁又对我不好 他就会慢慢讲他的困难 这样的时候 他的朋友是一个个 我会 直接很想快点走掉 哎呀 你说他什么时候 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我顶不住了 即是很多人是会顶不住的 但是当我们的心 经常想祝福人 我们是会有些朋友 即是这个就是在我们 可以的时候 我们尽力去保持回 去医治回我们 譬如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思想模式 我们内心世界 我们可以回到一个更健康的状况 就不让魔鬼 将我们所有的 逐样逐样毁坏 杀害毁坏 抢夺 偷舌 杀害毁坏 魔鬼是逐样逐样想偷了去 将他杀害和毁坏 我们整个生命 但你就不要说 我现在就是做得不好的一个 不要紧 你就向前 总有进步的空间 那我希望大家 真是说 我有努力 我就会进步 这个呢 其实 保守着我们整个生命 就是由什么开始呢 保守任何一个环节 和人的关系 工作的能力 逐样逐样的保守 就会逐样逐样 整个生命都能够掌握回来 这个是一个图 代表一个人的生命 一样将它破坏 很多人都是 家人关系又不好 做工又不好 情绪又不好 逐样破坏 邪灵可以尝试控制什么呢 而且是不知不觉 那人不知道 他逐渐的 他逐渐的内心 思想 情绪 生活 家庭健康 他整个 整个人 而这些全部一连串 内心不好 健康会不好 内心不好 思想不好 情绪又不好 生活又不好 家庭又不好 一样一样破坏 所以每一个人 我的生命是怎样 圣灵说 你要保守你圣果 保守一切 当我们可以的时候 顺利去保守 由大到最后一刻 他本来都可以 依然去悔改 神一样会胜面他 但他那时候 他没有想到悔改 他已经完全被魔鬼掌控他 他都觉得不行 他以为不行 但其实神都可以 但他没有愿意 这样的时候 就被魔鬼完全掌控 我希望大家留意到 你有没有给魔鬼掌控 在哪一方面 有时候可能 由小姐开始 有什么小姐开始 我是要打击 你说我什么 我都要打击 但这个都是一种掌控 我是要做这种人 我是要顶罪 我是要反叛 我是要什么 这个都是一种的控制 总之内面 有一种负面的东西 都是会影响我们的 由邪灵尝试附体 为什么我一直说尝试 因为他没有权 是人给他才会 我一直都讲尝试的 马太十七章十五节 主啊 连问我的儿子一起读 他害癫痫的病狠苦 屡次跌在火里 屡次跌在水里 耶稣即乘化鬼 鬼就出发了 从此孩子就全燃了 他控制他的身体 邪灵附体就是控制他的身体 他跌在火里面 跌在水里面 邪灵影响他的人 就是我所说的 我昨天服侍这个人 他影响他的眼 影响他的耳朵 影响他的身体 其他人也是的 邪灵是尝试去附体 去影响人的 邪灵是 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那就是说 原来 不只是趕邪灵 是处理生命 不要再犯罪 处理生命 处理内心 恐怕你遭遇得更厉害 因为 后果 是越来越病 有邪灵的附体 或者割影的问题 所以我们 和人们趕邪灵的时候 不只是趕邪灵 帮他处理生命 这个是其实 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了 还有叫人失去救恩 离了前书五章八节 不要紧守警醒 因为你们有些仇敌 魔鬼而容 敲击一些狮子 偏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他直接吞了 吞了我们任何一个人 吞了 将他拿到地獄里面 他拥有我们 而在《马可福音》四章十五节 那撒在路旁的 就是人听烈道 撒但立刻来 把撒在他的心里的道 断烈道 即是有人听到 但他心又不信 不放在心上 魔鬼就将他拿走了 这都是魔鬼想将人 叫他失去救恩 失去救恩 失去救恩是最惨最惨的 现在我们失去的东西 如果是失去的 负面思想 负面思想 情绪 生活方式 待人接吻 朋友 这些是一步一步 他最后 将这个人完全拥有 我们见到这样的人 神 我们真是说神 你帮我们 为何我们有这个 练习的心 很想祝福人 就是因为我们不想 人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想一步一步 帮助人 而圣经说 邪灵会引有人离开真道 在末后的日子 很多人离开真道 听从哪 引入人的邪门和鬼魔道理 这里特意有一个教会 放在教会里 接着都有人离开 有人回教堂为了朋友 有人回教堂为了舒服一些 有人回教堂因为习惯 而不是跟神的关系 当一有试探 一有困难 一生病 马上没有心机 离开主 离开教会 慢慢可以失去救恩 这个就是真的很多人离开 这个其中一个经文 告诉大家 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因为这个经文 就是说到 是很多人离弃 离弃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本来有的 后来离开了 听从这个引入人的邪灵 和鬼魔的道理 圣经其实有其他经文 都是讲到 譬如杀种的比喻 讲到初头有的 然后后来就被雀子吃了 然后也有在浅土 浅土已经是发麻 但一被迫就没有了 还有这个杀种的 亦都是被世上的思虑潜在迷惑 擠住了 就不能结果止了 即是人是可以失去救恩的 我们现在总括回 最后总括 怎样胜过魔鬼呢 几样东西 就是一起读一下 与神有亲密关系 深信神爱和得胜 深信不能图神有目 于是我们就深信罪 负面思想情绪和魔鬼的破坏性 全心信靠亲近遵从神 处理生命不留破口 和事奉神大使命 这个我简括地说 和神有好的关系 神爱我的 我不能走掉神的眼 所以我听了神的话 然后我知道最负面的事不好 我就听了神 处理生命 我又发挥生命 这个就是一个圣国魔鬼的方法 我再说一次 和神有亲密关系 他真的爱我们 他很深信爱我们 现在走不掉的 所以我不逃避神 我听了神的话 然后我处理问题 又亲近信靠他 处理什么破口 即基本上两样 亲近神 处理生命 两样一起跟我说 亲近神 处理生命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得胜 很简单 就是和神有关系 接着处理生命 好了 那我们先讲过这八样 那我现在就简单地讲 这八样东西 我们讲到八样 魔鬼会做的 第一就是 左手评你不要读 右手评才读 魔鬼叫人疏愿神 那我们怎样呢 习惯亲近神得力 又信靠神又亲近神 第二 魔鬼叫人犯罪 我们怎样呢 憎恨罪 不是离开罪 我们憎恨知道罪破是先 第三 魔鬼会控诉人 叫人来疚 接着是怎样呢 我深信神的赦罪 处理我们的来疚 他控诉 你说 神赦免我 没有人能够控诉我的 然后呢 魔鬼会制造方言 负面话 接着呢 我们就怎样呢 信神的话 拒绝方言 负面话 拒绝 即有个心说 你没用 立刻说 不是 神会轻起我 我不是没用的 我希望大家坚定地相信 然后呢 魔鬼令人武力 那又怎样呢 从神有不灭的火 不灭的圣灵的感动 我可以亲近神有这种力量 魔鬼逐步控制生命 那又怎样呢 深信神掌管是最无福 我给神掌管是最好的 然后呢 邪灵附体 那又怎样呢 不给魔鬼留地步 奉主名 赶邪灵 有信心 邪灵必要走 奉主名 轻松吹出来 就是说 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奉耶稣明 赶走邪灵 有信心 魔鬼一定要走的 奉主名 轻松吹出来 我们跟人赶起来 有时都不是马上走 因为他 他里面不是那么容易 马上放手 那个人也都未必放手 但是我们有信心 一定会 一定会进步 那就是看着他进步 就是在我来说 我都是凭信心 开始的时候很严重 但是我就是有信心 一定会走的 那我就这样坚持下去 这个就是坚持 好了 叫人失去信心 失去救恩 接着怎样呢 我们坚定信靠主的救恩 信靠亲近遵从神 我们每一个 其实 还有这个 这个 好 那就 要靠着耶稣 我们可以得胜 这几个图 一个就是 跟耶稣亲密关系 敌挡魔鬼的火箭 然后我们可以胜和魔鬼 这三个程度 一个是关系 一个就是被攻击的时候 保护自己 被攻击保护 中间是攻击 我们对魔鬼 不仅是保护自己 我们是攻击他 将人从魔鬼的手中救出来 我们保护自己 但是怎样来呢 耶稣那里来 耶稣那里有关系 有力量 跟着我们就 抵挡他任何的攻击 跟着我们可以攻击他 那我希望大家 不要只说 哎呀 魔鬼很难搞 我只是搞定自己都行 有时呢 所以我们攻击魔鬼 就是说我们去救人 去帮人的时候 反而我们更加给神使用 感谢观看